我疯了家人们 现在小孩都这么心机吗 开局我的身份是胆小蛋 哎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身份没啥用 于是我决定先去做任务 我这还啥也没看到呢 1号就被刀了 这时候5号直接爆出 看到了作案凶手10号 此时注意7号的发言 我去做任务 路上遇到了8号 感觉和我一样 是个做任务的纯路人 于是10号被顺利票出去 此时在狭窄的过道里 我碰到了7号 我想看看他对我有想法的 结果人家很自然从我身边走过 正当我准备继续做任务的时候 突然听到 卧槽谁这么着急想靠近我 吓得我赶紧溜了 观察了一阵 好像是在做任务 此时3号也突然来了 我决定躲一躲 看看6号会不会死 跟了6号一段时间 突然在门口撞见3号 很快6号也从我身边走过 但我小心翼翼的跟上去后 6号真的被刀了 家人们 你们就说3号的嫌疑大不大 而此时7号主动拉响警报 在我这里 他好人身份已经坐实了 那个2号和3号 一直在上来就去也不点 他们两个其中之一 是一个内鬼 你瞧7号的发言和我多一致啊 我也怀疑3号 于是我说 看到3号和6号同事进去后 然后6号就死了 到了投票环节 7号还补充一句 我进9号的 于是最后 啊 所以另外一个内鬼是 连小学生都玩不过